诺福克军港中的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,与艾森豪威尔,号核动力航母,由于战略导弹和潜艇任务的遗弊性和特殊性,想要在军港带助它们可不容易,而要摆到战略导弹和潜艇和航母同框的场景就更难了,因为大多数国家海军航母和核潜艇,都不在同一个军港,只有在美国海军这种才大气粗的海军码头, 才有可能抓到航母与核潜艇并排停放的场景 在美国海军最大的诺福克军港修理码头中,一艘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,正好和ISOVN后CVN69和动力航母在同一码头内保养,我们也得以通过卫星镜头,只关感受到二者在尺寸上的巨大差距 1.8万多的俄亥俄战略和潜艇,放到航母甲板上,就这效果俄亥俄,即战略导弹和潜艇的个头,在全球现役战略导弹和潜艇中并不算小,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全长170米,宽13米,水面排水量1.6万吨,水下排水量1.8万吨,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潜艇, 同时也是全球现役第三大潜艇,仅次约俄罗斯海军的台风级战略导弹和潜艇,和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和潜艇,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那些根,耗在甘船物中图源,美国海军俄亥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的个头,在潜艇中不算小,但与全球第二大航母宁明兹,集合动力航母并排停放在一起时,它就显得非常瘦小了, 航拍艾森豪威尔号核动力航母,甲板上提满了大黄蜂舰载机,图源,美国海军,尼米兹及艾森豪威尔号核动力航母全长332米,舰体跨度40米,飞行甲板最宽处可达76.8米,满载排水量9.1万吨,长度几乎是俄亥俄级战略宝弹和潜艇的2倍,而飞行甲板宽度,则是后绝的近6倍, 不计重量的话一艘秘密兹及航母飞行甲板上,可以版上56艘鹅海鹅